吴带琳透露自己心酸录演经历 我之前有过一次录演的经历 然后之前去录演 去录演之后呢 然后有一个 有个女孩子啊 就一直拿着手机拍我 就拿着那个手机就 就这样拍我 然后脸上都不带表情的 你知道吧 就我觉得你或多或少 如果如果你喜欢我的话 是吧 你比如你在拍我的话 你多多少少 你脸上会有那种笑容 这种对吧 会有那种笑容啊 结果没有啊 真的 就隔那拍啊 然后呢 我后来我就 我就一边唱歌 我就一边过去了 对 我就一边过去了 我就过去了 我就说 那至少 就是我感觉 他是喜欢我的嘛 那咱们有个互动啊 比如我 我当时我记得我唱了是 等你下课啊 唱等你下课 然后我就 你住的箱子里 我租了一间公寓 然后给他啊 然后结果那个女孩子 就是我把 我刚刚把话筒递给他 你 然后 这 真的要删我 删我 然后就跑了 抖晕 抖晕 换